還有香港議會是和香港獨立不能夠中間畫一個等號的 因為香港議會的籌委會就是創設一個平台 讓大家有投票權去行使你 後中共時代人民自決的一個理念 將它化為你的選票 你的選票有力量 令到那些人擁有公權力去決定香港的未來 未來究竟香港議會的成員 我講第一屆或者第二屆 香港將來走向更遠的政體 並不示現就決定 究竟香港將來會不會變成一個自治邦 香港民族國、香港國這些 實話都沒有半屁 一屁都沒有,零屁 因為這些是要交給人民公投自決的 那麼香港議會籌委會 何得何能可以決定香港獨立 這個也完全是橙同滅果 不能夠等同的 那麼很多人就不了解之後 你香港議會就是教香港獨立 即是又不歸英又不歸宗 但我們告訴你 是歸人民 一切權力都歸於人民 人民不是只有百口說 有權力 選票就是權力的彰顯 讓他投票 哪怕制度多不完善 都讓他投票 當然是一個安全的情況之下 要公平、公開、公正 有國際監選 有國際監選 何林說今天就跟大家補充 後中共社會之下的 香港議會 至少有四大目標 現在這些四大目標都是我自己 從這麼多外邊的反應再加上 我們籌委會都在談 都未定的 就是和大家分享一下這些想法 希望大家加強了解 避免誤會 今天就和大家講到這麼多 也都歡迎大家留言 提出你的憂慮、看法 以至於有沒有更加的選項 我都願意把你們的留言轉到我們籌委會 給各位委員參考